第四十题 根据纯云所列出的化学反应式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纯云列出的化学式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氧化酮失去了氧变成酮 所以氧化酮发生还原反应 那么它让别人氧化 所以它叫做氧化剂 所以选项A说酮当作还原剂是错的 这里有一个氨 有一个氧化酮 如果氧化酮是氧化剂 氧就是还原剂 那么所以选项B说氧气当还原剂是对的 选项C说此实验只发生还原反应 没有氧化反应是错的 虽然按照国二的程度 我们看不太出来是谁得到氧化酮氧化还原反应 但是我们讲过了 有氧化就会有还原 有还原就会有氧化 这要用到国三才要交的定义 但是国二就要记住 有氧化就会有还原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诸此实验不遵守质量守恒 当然是错的 化学反应会遵守质量守恒 因为我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都没有发生改变 既然种类跟数目都没有改变 所以当然质量也不会改变 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安息当还原记